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毛泽东作品中表现出的这种达观和乐观 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半个世纪以来 几乎所有的知名画家 都创作了毛泽东诗词的写意画 还有平坛作品 在当时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雅言传承文明 经典静润人生 我第一次出道主席的诗词 是在一个字贴里面 在山西省实验中学 活跃着一个以古风新运为名的诗歌社团 学子们定期沿着经典诗文的流淌脉络 唱颂先贤留下的永恒声音 我小时候就身体不太好 经常生病 然后生病的时候 我母亲就经常在我床边 给我读主席的诗集 我想到了一个 由已故日本作曲家 板本龙一先生所创作的一首曲子 但他在这个曲子里面有一个很低沉的声音 他念的就是 是一般老家那种旧房子 它一进去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那个门的那个 相当于是屏风一样的东西 然后那个上面就贴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 然后它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属风流人物还看得尽招 当诗词躺在典籍中被后人遗忘时 也许应该叫做史料 而那些抵得住岁月流逝 在当下依旧被传送的 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 活着的诗词 毛泽东诗词 不只被一代代人一遍遍寄送书写 还为中华文化现代形态的创造和表达 提供了绝佳的指引和启发 如同无形而有力的河风 鼓起古老民族前行的风帆 1959年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庆典 北京掀起了建设热潮 人民大会堂 历史博物馆 军事博物馆 北京火车站 民族文化工 农业展览馆等十大标志性建筑 相继竣工 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 代表着 优优独虎兰 韵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傅宝石走出了一条与传统文人山水画迥然不同的新道路 拓展了笔墨的艺术表现力 这个房间曾经是傅宝石先生的画室 傅宝石先生和这个观人学合作的这张 是可以说是美术史这种殿堂级的作品 它画山 画水 但实际上它背后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符号 它代表着一种民族的一种力量 1963年《毛泽东诗词》37首出版后 傅宝石的创作达到高峰 几乎划遍了每一首毛泽东诗词 它的创新笔法《暴石村》气势磅礴 大气深远 用笔墨把毛泽东的诗词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毛泽东诗译画成为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中国画能否反映新时代的现实生活 这样的担心被画上了句号 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 这也许就是文化的力量 毛泽东诗词以独特的艺术价值 和强烈的时代印记 滋养了一批又一批文艺工作者 他们推陈出新 将自己在毛泽东诗词中寻找到的美 传递给更多的人 文学 舞蹈 音乐 戏曲 影视 几乎每一个文艺领域都能看到这样的影响 唯有牺牲 多壮志 看叫日月 唤星天 毛泽东诗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 他具有特殊的标杆意义 作为一种诗歌 他们意境特别适合于 其他的艺术样式来改编 来引用 来发挥 来创造 毛泽东诗词就成为了其他的艺术样式的 创作的一个动音 上海市南京西路860路一号的香音书院 被称为上海市井生活的风向标 每天的平坦演出让听客们流连忘返 60年来 这里演出最多的剧目 是根据毛泽东诗词 谱曲创作的《迭恋花》《达理书一》 1960年首次公演就一炮而红 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 他风靡大江南北 成为平坦艺术创新的标志 开一时之先河 87岁的赵开生经常坐在台下 静静地欣赏轻轻柔缓 闲爬从车的表演 老听客们并不知道 身边的这位老人就是平坦 《迭恋花》《达理书一》的曲作者 1958年元旦 毛泽东新创作的《迭恋花》《达理书一》 公开发表 很快在全国引起空洞 他为23岁的赵开生 带来了创作灵感 多年以来 平坦的演出曲调都是传统书目 艺术要表现时代精神 那么作为平坦演员 能否把具有时代精神的毛泽东诗词 改编成平坦曲目 为平坦的发展注入一份新的活力呢 唱平坦它是有歌力的 三个字一曲 五个字一曲 七个字一曲 但是它有长短矩的 养柳清养直上重宵九 九字你怎么唱 我想这些英雄历史 为了我们的中国 献出自己生命 我在创作上碰到这样一些困难 我就不搞了 偏要搞 赵开生开始了将《迭恋花》《达理书一》 搬上平坦舞台的尝试 毛泽东诗词言语凝炼 但内涵丰富 如果只是生搬硬套现成的平坦流派唱腔 演员在演唱时就无法顺畅表演 而且难以表达其中复杂的感情 那么最后两句呢 应该是全球的高潮 也是全球的灵魂 全国解放了 红旗插遍了全国的大帝 这样的喜信传到上面去 这些中文历史知道以后 瑞飞等着倾碰鱼 它是这个感情 平坦艺术家在毛泽东诗词的影响下 完成了平坦艺术史上最具突破性的创新 古老的传统艺术 在毛泽东诗词的激励之下 焕发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近代诗词谁堪笔 文人诗家 崇幼精 毛泽东诗词 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宏伟的艺术气势 感染和熏陶着几代中国人 成为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公路铁路两用的大桥成为一座城市的重要标志 武汉长江大桥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的美誉 它不是一座普通的桥 而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它的建成不仅彻底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 长江上没有过江桥梁的历史 而且因为一首词 树立起一座传奇的封碑 1956年初夏 武汉长江大桥还未建成 周围就围满了群众 因为有人要横渡长江 还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 在波涛中 它时而侧涌 时而扬涌 格外闲适 两个小时也不见疲倦 库外游泳的毛泽东 一生曾多次长游长江 1956年 他就在五天之内三次长游长江 每次都要游上十多公里 这一年毛泽东63岁 依旧生气勃勃 这一年新中国七岁 一改过去 雷若受气的形象 正在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 似乎就是新中国 自强自立的一种象征 于是在畅游的间隙 毛泽东写下了一首畅快的词 台湾长沙岁 又是五昌云 万里长江横渡 吉木楚天书 不管风吹浪大 生死闲净幸福 今日得花雨 自在川上约 侍者如私服 风墙洞 归舍尽 启鸿族 一乔飞驾南北 天前愿同步 隔离新疆使命 截断五山云域 高下出京湖 神明英雄药 到尽世界书 水雕歌头游泳这首词 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 一瞧飞驾南北 只有我们今天才做到了 他不仅关注着眼前的建设 也描绘着未来的景象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乌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毛泽东设想着 在三峡建设水库 发挥长江能源与航运资源 当新中国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时 乌山上的神女该不会受到惊吓吧 今天的中国 无论江河天谦还是崇山峻岭 都已化作坦途 新中国成立后七十多年取得的成就 只能用翻天覆地来形容 当年毛泽东在诗词中书写的心愿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在人民的愤怒中 一步一步成为了现实 毛泽东诗词当中 彰显出来的革命浪漫主动 理想主义 诺观 问来 在今天得到了印证 得到了时间 我们未来的人们 在他身后的人民 实现了他的期许 这就是诗歌和新时代的一个互动 1972年2月21日晚上 北京 长安街 华灯初上 人民大会堂 欢迎时任美国总统 尼克松访华的宴会正在举行 尼克松发表著酒词 表达了与中国建交的渴望 宴会上 尼克松在注酒词中 引用了毛泽东诗词 多少事从来即 天地转 光阴破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为了这次中国之行 尼克松在飞往中国的专机上 特意认真阅读了英文版的 毛泽东诗词 见到毛泽东后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读了您的诗词和讲话 我知道您是一位 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我看到您写到 机会来到面前时 要只争朝夕 几天后 中美发表联合公报 标志着中美关系 开始走向正常化 尼克松的这次访华 被称为破冰之旅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 毛泽东诗词就被大量翻译成 英文 法文 俄文 德文 等几十种语言的版本 据统计 截至二十世纪末 国外出售的毛泽东诗词集 达七千五百万册 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 把毛泽东诗词作为 诗歌艺术专门课题 进行研究 几乎所有的毛泽东传记书写者 都会提到他诗人的身份 热情洋溢地品读 他的诗词名篇 美国学者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中说 他很少不在打完一仗后偷闲写首诗 抒发他对进行斗争和对中国山河的壮丽 感到的快乐和激情 日本著名汉学家竹内什在毛泽东的诗与人生艺术中说 毛泽东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相重叠 他吐露的诗情既是个人内心世界对于革命的憧憬 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在精神层面的反应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评价毛泽东 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 毛泽东的诗具有古代诗人的伟大品质 诗词无国界 诗词的美可以超越现实世界的隔阂 成为人类共建美好家园的动力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十六号在长江二号 埃福尧十三运载火箭的托举下点火升空 开始中国迄今时间最长的载人飞行 2022年的第一天 从遥远的太空传来了毛泽东诗词 七绿长征的诗句 神舟十三号飞船乘组的三位航天员 翟志刚 王亚平 叶光复 和北京 香港 澳门的青年学子 开始了一场天地对话 这是一种经过重大考验 突破重重困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这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浪漫表达 不论是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月 还是可上九天蓝月 可下五阳桌鳖 亦或是未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唤星天 还有乱云飞渡仍从容 还有环球童子凉热 都不断出现在今天的文章中 言谈中 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样富有深意的家具 几乎已成为俗语 完全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毛泽东世事本身独有的精神气象 决定了他对后人的影响 和在后人内心世界能够激起相当的固定 他的豪迈雄见 他的喜怒哀怒 他面对困难的时候那种特有的志气 在生命的时候 他又不忘去揭示规律 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二十世纪中国 人民的 特有的 具有普遍性的精神面貌 所以这种史达的作品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战略家 理论家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也是独领风骚的诗词巨匠 江山如此多交 引树英雄尽折腰 万类胜天尽自由 抗摇阔 问苍茫大地 随逐臣服 天高云淡 万万难飞燕 不保证成非浩漫 虚致清承二万 毛泽东诗词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 因为这些诗句早已突破文学的意义 而成为历史的象征 时代的符号 精神的标志 成为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他用诗词为人民书写 为人民抒情 为人民抒怀 他用诗词书写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丽画卷 他用诗词为人类破坏着最理想的未来蓝图 徐皇帝 触碰有任务 触碰有任务 海坛清承 海坛清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